生命天使 愿您持久 不断出妄言 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上知识 刚才讲到 舍机用车笔的用车笔三段文 到第四段诗子所愿笔 都已经说完了 那么就是讲到真处否则 真处否则就已经出三界了 统统都出来了 这段文 在法法文句里面 它是有惯心的 这个惯心 道理 很俗身 如果 会修惯的人 能惯心 依这个方法 可以作惯修行 是一种修行方法 那么说起来道理很多 我们现在只简单的说 虽然是说的 藏教生文卫的断三界 断三界见识烦恼 正欧罗汉果的进阶 但是在修惯的时候 以原教的进阶来修惯 以藏教的道理 用原教的灌法 来修灌 所以以惯心来说 以忠道正惯 直惯十相 就是诸法十相之理 那么 直惯十相 这个心 一净相应 心法相称 心一净相应 就是惯十相的时候 以十相净相应 这个叫做施子所愿 就是施其愿无了 就是施愿 这个十相之经 无穷无尽 数穷横边 静既然无量无边 惯也就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之经 要修惯 必定要勇猛 所以这就是心各勇于 那么用心研究 这个十相之经 求其十相之经 那么必定用心又很猛力 所以叫做约 约是力 用心很猛很力的 去观察这个十相之力 那就是心各勇于的约 既然心境互相延盟 这就所谓 互相推排 那么心观经 如果妄念其 那么排出妄心 而求十相的真经 那么就是真心排妄境 妄境出 而真心正 那么好像互相推排 那么心王心所愿的境界 都能相应 由此持去 以十相妙境 那就叫做进贡持走 便怪五运六入十二处十八戒等一切诸法 法法无非是相 随举一法 当下皆是十相 就是前面经文所说的 是法 是法诸 法威 是天相常诸 那么这个境界就是真出火则 就是已经出火则 假如能够灌到十相之力当下时针 那就是已经出 不但是出三界火则 连这个九华界都可以超出到究竟佛国 这就是以藏教的文资啊 灌原教的庙离啊 这个道理很多 这里只是大概的提示一下详细在这个发发文具文具记里面啊 有详细的说明啊 那么上面就是舍机用车笔第二这段文讲完了 接下去要第三 等四大车笔 诸子已经出来了 长者 不起分辨 每一个儿子都给他一个大车 大百牛车 显示平等 这就是所谓显示了 前面是开权到这里就显示 显示一时 会三归一 开权显示啊 那么文字有四段 第一 附建诸子 勉难欢喜彼 啊 科幻都在书名上啊 经文说 诗子长者见诸子等 安影得出 天于四句道中 落地而作 无乎障碍 其心泰然 欢喜 踊跃 这个时候 长者看到 三十子们都很平安的出来了 很稳定的 很平安的出来了 超出三界 而且这些诸子们出来之后啊 既然出了三界 到了这个大路上 建许四句道中 四句道就十字路啊 十字路啊 四通八达的十字路 这些儿子们出来就在这个十字路啊 在那里 种下来了啊 四句 比四地 比方四地 苦涕灭到四地啊 这个落地而作啊 那个落地就是比三界的私祸已经断尽啊 就没有被这个建私祸所盖服了 所以叫做落 显露出来了 真心显露啊 清正偏真涅槃了 那么 由此啊 他安坐在第四阿罗汉国的声闻果位当中啊 坐在所得到的果位 而不肯再往前进啊 所以叫做落地而作 他们都坐在第四阿罗汉国的阶位当中 他觉得很舒服啊 哦 出来之后很舒服 他就坐在哪里了 就不想走了 这就比方 声闻根性的众生啊 一次地法修行出了三界 断尽之后 出三界之后 他就觉得四字已经成就了 啊 所谓所作以伴 啊 不术后有了 心里很满足 就坐在哪里呀 不想再往前进了 啊 那么 既然在四句道中坐 就没有障碍了 不像在火贼里面有障碍 什么障碍都没有了 所以无福障碍 因为由此他这个子福果福都断了 生死了了啊 就没有障碍 生这个安隐之祥啊 那么这个时候 长者看到这种情况啊 三圣的弟子们都已经出三界 不会再被这个三界的苦活所烧啊 所以其心泰然 泰然 如果约三十之家 他们见识祸断了 不会被见识祸所局限了 所以心里很安静 很泰然 很自然的情况 那么站在长者的立场看 这些 这个他多生多节度的众生 现在已经超出三界 不再被这个三界苦活所烧 所以心也泰然 很高兴啊 这接下去说 欢喜永远啊 看止免呢 那当然长者就欢喜了 欢喜到自己啊 就是永远了 所以这些 生分子都已经 得到灭度 心里高兴 所以就是 欢喜永远了 长者也欢喜 诸子也欢喜 大家都欢喜 但是境界各个不同 于而 诸子说车笔 这个时候 既然出来了 当时不是徐阔他 你们出来 我给你养车 路上牛车吗 现在他们出来了 看到长者 没有给他车子 还没有给他车子 他就问长者要车了 这就说明前面所说的 我见佛子等 至求佛道者 贤于恭敬心 皆来自乎所等 那一段文 十 朱子灯 各百赴年 父先所需 王浩之居 阳车 路车 牛车 愿时四宜 这些三世子们 生文根信 已经出了三件 出来之后啊 他就向长者夫要求啊 你不是说 哎 要给我洋车吗 有的说 你不是要给我路车吗 有的说 你不是要给我牛车吗 希望这个时候就给我啊 那叫做缩车 缩 求缩 问他要 问长者要车 所以这些三世子们 出来之后 禀白以他的长者夫说 个白赴言 每一个都有这种的信念 啊 那么长者夫 你四宪 许国要给我很好玩的东西 那些器具 所谓洋车路车 扭车 啊 我希望你 成这个时候就给我们吧 是给我们啊 才有得玩 这段文就是比方啊 声文人在欧函政国之后啊 到了方胆 方胆会上 听到大法呀 呲小木大了 所以就这是众生的根基 慢慢要成熟了 在哪里求缩大车 到了波罗会上啊 佛教他管理家业了 哦 那么也转教初学菩萨了 啊 所以那个时候他心里已经想 想要车了 啊 到了波罗会上 他觉得他已经得到别教的利益 方胆会上的通教利益 波罗会上的别教利益 所以这个时候他想 更是想要大车了 咱者要给他大车 也要需要他 就很需要的时候才给他呀 如果他还不想要 你给他就没有作用了 所以慢慢的 嗯 等到他肚子太饿了 才给他吃 到了法华会上啊 呃 前面摄利弗三行啊 这是经过三番求情啊 那就是大圣根基已经完全发出来了 啊 这就是所谓口唆 用嘴讲出话来 向长者要求要车子啊 那么所以接下去啊 长者就给他车了 所以下文就是第三段 啊 呃 等四诸子大车比 啊 平能 结这些声闻子门 都是一个大车 大百牛车 这就是显示 证明显示 就前文所说的 正直舍方便 但说无上道 啊 我又一顺法 五二一五三 显示这个道理 啊 这个等四大车比 里面有四段 那么现在是第三段的等四大车 啊 这里又有三段文 第一 标章 标出 长者要给诸子们大车 就是经文所说的 啊 舍利佛 啊 舍利佛 而是长者 各四诸子等一大车 标章 总标 车等子等两张 所以叫做标章 啊 啊 那个时候 呃 释迦摩尼佛 讲到这里 就对于舍利佛讲 你们要等四大车呀 所以提升舍利佛呀 要他注意一下 啊 那么那个时候 长者呀 各四诸子 各 每一个人一辆大车 啊 是 给他 每一个人 每一个声闻根性的人 现在断翻老了生死 出三界的 都给他一辆大车 这说什么 这就是说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啊 大家的佛性相同 都是佛子 声闻是子 啊 圆觉是子 菩萨当然是子 就是五百人 三界六道众生 统统都是佛子 以佛言来看 没有一个不是佛子 佛性没有偏 啊 所以等 平等的各式主持 一个大车 啊 当时已经出三界的 已经都有大车 那么也留些大车 给我们这些 没出三界的 我们大家 每一个人都有一辆 啊 每一个人都给我们 一个大车 啊 可是我们还不晓得用 不会开车 我们现在正在学习开车 啊 如果不会开车 大车的话大车给你也没用 啊 不过白战 白战那里当古董也蛮不错了啊 好好看一看玩玩了啊 那么 等一大车 等是大家相同啊 一个大车 大百牛车 啊 啊 一法等过 啊 无非复法 一切法都是平等 啊 那么前面所说的一切教法都是大神 都是抹火焉 抹火焉就大神啊 啊 所以等四大车 人人都可以成佛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有佛性者皆苦作佛 到了法法会上没有一个不成佛的 所以叫做等啊 啊 等四每一个人都一个大车 啊 这个歌述大车啊 就是随他的本习 过去所修的 无论是四地也好 十二因缘 流转反面也好 六度也好 啊 与各个的习记 所习的不一样 所以叫做歌 啊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 通通都是大圣法 通通都是异佛圣 没有一个不成大法的 所以叫做 啊 这个通通都是歌 等四五一个大车给他 下面是第二 试车灯 解释这个车 啊 大家相同的大车 而这个车的内容 它的车体 车的像状 啊 它的作用 在下文都意义啊 详细说明 啊 骑车 高广以下 就是解释这个车灯 有两端 啊 第一是证明车体 啊 说明这个车子的体 体积 它体质啊 这车子有多大 哦 里面是情况是怎么样 啊 然后第二是说明 是油车子油 啊 有这两端 现在先说 证明车体 车的体积啊 是什么样子 这个文字里面道理很多 现在先顺着文字 念一句解释一下啊 啊 骑车高广 车 大百牛车 这个大百牛车呀 很高 很广 车子很大了 是大车嘛 一幅算大车 很大 很高很广 啊 虽然是个假名车 但是有高广向 啊 这个比比方 佛的知见广大深远 啊 前面不是说过吗 如来知见广大深远啊 骑车高广 就是说明佛的知见广大深远 以佛圣法里面所讲的都是佛的境界 所以这就说明佛的知见 佛知佛见 都是很广大很深远 所以叫做高广 车体高广 啊 因为佛的知见呢 恒舟法界之边际 树车三帝之原敌 啊 恒舟法界 十方法界无处不变 这不是广吗 啊 这个一佛圣法 无处不变 无处不由 啊 这是所谓一阵法界 这个法界的离体啊 恒变十方 就是广 树穷三帝 就是高 前面五级 过去五级 后边五级 未来五级 没有边际 那不是高吗 啊 所以这个 呃 一佛圣的大白牛车呀 又高 又高 又广 中宝 庄严 这个车子啊 不是那木料做的 是用金啊 银啊 七宝流离等等去做的 啊 很多的宝 中宝 不止七宝 好多的宝去组织完成的 装饰啊 装装脚 就是装饰 装饰啊 把它做的非常的庄严 好看 啊 那么这就是比方啊 阴地修万万行 六度万行 啊 广修六度万行 庄严成就的大车 就是成就万多 啊 所以叫做重宝装装脚 这是车的蹄 车蹄就是 柔瓷 哦 又广又大 又装烟 啊 那么都是重宝所成 车蹄 周着蓝墩 车子周围呀 啊 车子周围还有这个栏杆 啊 横的叫做蓝 树的 这个柱子叫做顿 啊 周着车子的四面周围 呀都有栏杆 啊 周围都有栏杆 这是比方啊 总实陀罗尼门 佛地上的功德 有总实陀罗尼 啊 这个陀罗尼呀 啊 能总一千万 十五亮意 啊 能保持万善正常 慈善不思 能保持遮住一切恶法不齐 能遮住恶 恶法不齐 慈善正常 所以叫做种词 周着蓝墩呢 就比方这个种词一切法的陀罗尼 啊 所以佛国的陀罗尼门无恐无尽 啊 好像这个大车周围有 有这个蓝墩 啊 这只车的外向 四面弦灵 车子上面呢 他有雾顶耶 有雾顶 似谁的啊 这个四个脚伸出去的那个地方挂有这个灵啊 有有这个精灵啊 这个灵啊 风一吹会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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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响的很好听啊 这个四面弦灵啊 就是比方佛国上的义佛善法的究竟真真理啊 必定是具备四无爱变 四面弦灵就比方四无爱变财 呃 法无爱变 词无爱变 义无爱变 要说无爱变财 这个四无爱变财来下化一些众生 佛国上具备这个无爱变财下化众生 好像四面弦灵 表示四无爱变 那么这个灵声响亮啊 众生听了生欢喜心 那就是下化众生的功用 所以叫这个叫做四面弦灵 又一骑上张色显盖 又在车顶上面啊 跟诸位啊 浮章 弦盖 弦呢 车漫 车漫 车子的周围啊 有布漫 布漫围起来 很好看的这个布漫 这弦 盖子宝盖 在上面 最上层的上面呢 有宝盖 很大的宝盖 这个宝盖很庄严 在上面盖辅住 车漫的这个弦呢 比四无畏 佛果上的四无畏 咸 也是周围四面游啊 四面都有 四面游都有车漫的咸 比佛果上的四无畏 啊 这个四无畏前面都讲过了 实力四无畏等 前面都讲过的啊 咸 是车漫 就是比佛的四无畏功德 盖 是盖福在上面的 在最高的地方 望下盖福 遮蔽福应众生 这比方佛的无缘词 同体大悲 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具备实力的功德 啊 那么超出一切 所以是最高的地方 啊 那么也比四无畏心 慈悲虚实 啊 不可思议 因地手续的 繁星庄严 啊 在一切功德当中啊 慈悲最高 普应一切 普福一切 所以这个 宝盖 比佛的大慈大悲 无缘词 同体悲 啊 无缘词啊 就是佛的慈悲心 要使众生得乐 利苦得乐 要使众生得乐 慈者能以乐的 这个心啊 无条件的 这个无缘啊 以现代话来说 就是无条件的 并不是说 你给我多少东西 我才给你慈悲 不是这样 佛无条件的 他爱护众生 怜悯众生 度化众生 无条件 任何人都度 只要可度的根基 他都度 啊 所以是无缘词 啊 看到众生受苦啊 跟自己身受一样的 感同身受 同体大悲 啊 众生的身体 与佛的身体 没有两样 看众生受苦 就是佛自己受苦一样 所以叫做同体大悲 赶快要使众生利苦 这就是同体大悲 以这个无缘词 同体悲 普复一切 普遍爱护一切 众生 所以佛有实力功能的 智慧超出一切 又由这个无缘词 同体大悲 啊 盖父一切 福应一切 啊 我们大家都在佛的无缘 大慈 同体大悲 之下 福应住 我们都在这个宝盖 之下 大家都在这个佛的 宝盖之下 大大 大家都享受 佛果上的这种 无缘词 同体悲 的感受 啊 那么 明明中啊 佛 啊 这个加倍我们 得到无量的殊胜功用 啊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 啊 所以难免有些人 啊 我学佛很久了 我也 我也修行 修行并不错呀 啊 但是我并没有什么感应 啊 佛也没有现接 我看啊 他也不敢 我落弄 啊 那好像是佛都忘掉 我的一样 实际上佛 实时都在怜悯我们 都在爱护我们 我们自己就住在这个 无缘词 同体悲 的这个大 宝盖之下 可是大家不知道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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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一位佛没有在帮助我 没有赋予我 这很大的错误 啊 实际上 时时刻刻都在赋予 没有停止 一争取杂宝 而言是之 同时也用很珍贵 很奇异 杂色的宝屋啊 来装盐装饰这个车子 啊 这就是比方啊 因地修万善庄严 啊 来庄严这个谷地上的无缘大师同体大悲的功德 啊 所以这个 啊 所以这个 大波利盘经里面说 此若具足实力无畏当 名如来词 慈悲心 如果具备实力 是无所谓 这些功德 啊 是无所谓 这些功德都具备的话 那就是无缘大师 啊 就是同体大悲 所以叫做杂宝庄严 保存交了 这是指这个车外啊 车的外边哈 除掉栏杆之外 它还有重宝所做成的那个笋子 啊 好像现在的彩带 这个彩带在周围的车体上啊 装饰起来 交了 交下联络 啊 这个比什么呢 比四红寺院 因地修行的四红寺院 因地的四红寺院 就是所谓 众生无边寺院度 烦恼无尽寺院段 法门无量寺院学 佛道无上寺院成 浮相交落 成就这个庄严的功德 坚固大慈悲心 所以果上才能成就啊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叫做宝生交落 垂诸花阴 花 花就是花 阴 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帽子 古代的这个天干 天干的帽子啊 帽子有这个带子 有这个带子 这个带子垂下来的带子啊 就叫做阴 阴 啊 还有一种就是阴络 庄严身体的阴络 挂在胸前的阴络啊 垂下来的 是指的这个帽子上面的罐 天罐 带着这个两边的带子垂下来啊 花很好看 同时也是很多花的装饰 这是比方 菩萨修行的四摄法 成就现在果德上的神通 智慧庄严 四摄 就是四摄法呀 布施 爱与 立行 同事 在菩萨道上的四摄法 先用布施来摄化众生 用爱与来度化众生 那么有利益众生之行都要去做的立行 那么跟众生同事来摄受众生 所以叫做垂住花音 就是四摄法 摄受众生 以各种的殊胜神通境界 来使众生生欢喜心 也比七爵子 微妙的花们 来装饰古地上的这个